你可以没有爱情 但是不能没有音乐 7月23日给你哈音乐 即使行程满党 但是金普聪还是坚持要求时间 来拜访当年资助国父两兆议员 帮忙革命的日本有人 眉屋庄级的后代子孙 而金普聪最感兴趣的 就是一张当年国父和眉屋庄级 两个人是留着胡子的合照 因为金普聪也说了 为了女儿他把胡子剃了 所以现在非常羡慕留胡子的人 摸着泛黄的钢琴键 摇响当年宋庆龄坐在这儿 弹琴聊天种种老画面 金普聪防日协影 特地拜访国父孙中山 日本有人眉屋庄级的外孙女 小板闻奶 有点黑蛋 有点黑蛋 一小小黑蛋 对啊我刚才学的 我在巴士上恶补的 马上现学现卖 对啊我在巴士上恶补的 难怪有点黑 明天会更好 临时恶补几句日文 再忙也要来会面 因为当年为了资助国父革命 每屋庄级 花了两兆日元 几乎是请家荡产 纪念两人身后情谊 趁着辛亥革命 以及建国一百年 后代子孙还推出了 国父梅屋双人咖喱 就连胡锦涛2008年防日时 也指定到此一游欣赏文物 只是看着看着 金普聪最感兴趣的 可是这一样 我刚才谈胡子 因为梅宗先生到后来 他是有一个非常大的 烙腮胡 你们发现这两个对胡子吗 你要暗示什么 我只是羡慕 怀念 今年小胡子 为妻为儿说剔就剔 看着国父的照片 金普聪回想 那些年有胡子的日子 中文社传理事件 日本东京采访报道